这个营养不良的小男孩拼命跑 他拿到了第一名 老师们都很兴奋 他却悲伤地哭了起来 因为他的目标 其实是第三名的奖品 一双球鞋 无数人被这个小男孩的故事感动到 他就是电影小鞋子 33万中国人达出9.2分 如果你正在和命运抗争 那就看看他 在伊朗的贫民窟住着一对兄妹 他们穷到每人只有一双鞋 这天妹妹的鞋子坏掉了 哥哥只能再去帮他补 补完鞋顺便去买菜 可他刚出菜店却发现鞋子不见了 无论怎么找都找不到 失落的哥哥回到家 只能自责地告诉妹妹 还求妹妹别告诉爸妈 妹妹很伤心 但还是答应了 因为穷 男孩常常被父亲骂 说他都9岁了 还不能帮大人分担家务 委屈的男孩帮妹妹找了一天鞋 可还是没找到 写作业时 妹妹说出了难言之隐 没有鞋子他可怎么去上学 男孩说让妹妹穿拖鞋去 妹妹盯着男孩 他很生气 男孩只好说 你可以穿我的鞋子 等你放学回家我再穿 因为他们的上学时间是错开的 妹妹也只好答应 第二天 妹妹穿上哥哥的运动鞋 明显很不合脚 体育课上 妹妹一直藏在后面 生怕别人笑话 就这样勉强上完体育课 中午放学后 妹妹赶紧回家 把鞋子给男孩 男孩飞快往学校跑 却还是迟到了 男孩回家后 跟妹妹说 下次你要早点回来 妹妹说 他一放学就跑回家 已经很快了 他嫌哥哥的鞋子太脏 两人便开始刷鞋 洗衣粉让水升起泡泡 两人玩了起来 他们终于露出笑容 贫穷的孩子 往往欢乐都如此简单 男孩的朋友来找他 喊他一起去踢球 这是他最喜欢的活动 可想想刚洗干净的鞋子 他只好拒绝了 这天 妹妹班级要考试 很晚才能放学 妹妹很懂事 为了能让哥哥不迟到 他只能提早交卷 然后飞快往家跑 因为鞋子不合脚 路过水沟时 鞋子却不慎掉了下去 小女孩唯一的鞋子 掉进了水沟里 她赶紧去追 一边追一边试着用手抓 但水流太急了 她根本抓不到 眼睁睁看着鞋子 被卡在盖板下面 这下 简有的一双鞋也丢了一只 女孩伤心地哭了起来 还好 路边商铺的老板看到了 主动帮他疏通通道 鞋子飘走了 远处的清洁工 又帮他捞起来 鞋子是够到了 可估计哥哥又要迟到了 果然 男孩被教导主任抓了现行 教训他 说再迟到就让他退学 课堂上 小伙伴给男孩递纸条 说明天有球赛 想让男孩一起参加 可是鞋子明天要给妹妹穿 他只好再忍痛拒绝 同伴很生气 朝他大喊 此时 老师开始宣读考试成绩 有很多人都不及格 但男孩却考得很好 老师表扬了他 男孩得到了一丝安慰 回到了家 男孩拿出一根崭新的圆珠笔 这是学校给他的奖励 他一次都没用 就送给了妹妹 妹妹很高兴 还说鞋子的事情 他已经不生气了 可在几天后 在学校的一次集体活动上 妹妹突然发现了自己的鞋子 正被另一个小女孩穿在脚上 放学后 妹妹跟踪着女孩 知道了他家的位置 这下又耽误了时间 哥哥一拿到鞋子 就拼命地跑 但还是迟到了 主任火了 一定要开除他 无论男孩怎么求都没有用 还好 男孩的班主任路过 为他求情 说他成绩很好 主任答应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放学后 妹妹带男孩来到小女孩的家 他们想去要回鞋子 突然门开了 他们赶紧躲起来 看到这小女孩的父亲 居然是位盲人 他们还要去做生意 兄妹俩看到这里 不忍心再去要回鞋子 其实那天有个收废品的老头 在菜店门口 把妹妹的鞋子当废品收走了 然后又好心地送给那位小女孩 这天 男孩父亲得到了一套除草工具 便想带着男孩去帮富人清理草坪 赚点钱 他们来到市里 挨家挨户地找 但没人愿意让他们清理 父子很失落 正打算离开 一位老人却把他们喊住 还有一个小孩 男孩陪小孩玩耍 这里太豪华了 有秋千 翘翘板 男孩从未如此开心过 父亲也很负责地做着工作 最后 他们得到了很丰厚的酬劳 在回去的路上 男孩问父亲 能不能给妹妹买双鞋子 父亲立马就答应了 赚到钱的他们很高兴 他们吓到一处陡坡 眼看着车子越来越快 父亲赶紧刹车 但车子却不减速 是刹车坏掉了 这辆自行车刹车失灵 正飞速往下冲 男孩害怕地大喊 父亲想用脚尖点地 但根本没用 他们静止撞到树上 停了下来 父亲受伤了 车子也坏掉 他们只好租车回家 刚刚赚来的钱 也就这样花出去了 他们失落地坐在车上 一句话也不说 晚上 母亲开始埋怨父亲 房租没交 下个月还要生活 男孩也不好再提鞋子的事情 就在他觉得买鞋无望的时候 又迎来了希望 学校宣布 市里要举办跑步比赛 男孩看着比赛的告示 笑了起来 上面写着 第三名的奖品 就是一双球鞋 他想迎来送给妹妹 便去找体育老师报名 可老师说太晚了 原来 报名已经截止 男孩伤心地哭了 他恳求着老师 说自己一定能跑好 老师看着男孩 有些心软 便想先测试一下 男孩的速度 他把握住最后的机会 拼命地跑 一圈接着一圈 就像每次从家中跑去学校一样 当老师按下计时器 他震惊了 马上帮男孩报上名 男孩一回家 就告诉妹妹比赛的事情 他满怀信心地说 一定可以拿到第三名 把鞋子送给妹妹 妹妹开心地笑了 比赛这天 全市的小朋友都来了 男孩看着那些小朋友 他们都有父母陪伴 有的穿着运动服 有的喝着饮料 男孩有些心酸 默默地蹲下 系紧鞋带 一声枪响 比赛开始 无数的孩子呐喊着往前冲 刚开始 孩子们都很兴奋 但没多久 有的孩子因为太累 就不再坚持 有的跌倒了 就不再继续跑 随着时间的推移 放弃的孩子越来越多 已经没剩几个人了 男孩跑得很费力 当他想起妹妹的鞋子 就重新有了力量 用尽浑身的力气 拼命跑 渐渐地超过了一个又一个孩子 当他看向前面 已经没人了 他又慌了 这样不行 他渐渐放慢脚步 确保自己回到第三名的位置 这时 一个白衣小男孩为了名次 故意推了他一下 男孩摔倒了 他来不及伤心 赶紧爬起来 又一次拼命跑 超过前面的孩子 快到终点的时候 他们靠得很近 男孩顾不上自己的位置 只能拼尽浑身的力气 冲向终点 当冲破白线 几个孩子累得瘫倒在地 这时 媒体都冲过来 老师抱着男孩亲吻 兴奋地告诉他 你是第一名 说着还把男孩举在脖子上 但男孩望着那双球鞋 却眼里满是失望 和周围的气氛格格不入 老师们和他合影留念 摄影师让男孩微笑 男孩抬头 却是一脸的悲伤 男孩失望地回家 他太渴了 拿起水管喝水 脱下磨破底的鞋子 脚上已经磨出了血泡 他把脚放进水池 他不知道该怎样面对妹妹 只能悲伤地独自坐着 而此时 父亲从商店出来 买了很多东西 而在后座的盒子里 有两双鞋子 正是父亲送给他们的 故事结束 上天终究没有辜负男孩 也许你正遭受命运的不公 或遭受生活的踩踏 那么请站起来 请拼命跑 因为前方的路 总有希望